上集说到 吴小兰如愿迎娶知书女儿杨洛艳 并与老丈人讨论在村里开家具厂的想法 俩人刚到家 便看到三姐两口子 在门口等候多时 姚弟 我跟你三姐算了 收的礼金刚好把九级的账目平了 这年头礼金不中 大都是三块五块的 加上连吃两门的流水席 所以最后算下来还是亏钱的 三姐夫 你跟我三姐想要贴补我 我心里明白 但也没你们这样贴补的 差多少钱 你跟我直说 我慢慢还呗 没贴补 真的刚刚好 吴小兰拿过开销本 一项项去核对 最后还是算出 亏了一百二十多块 加上之前 四个姐姐添的六百五十块 结一次婚 一共负债七百七十多块 姐夫 这钱我会慢慢填上的 妖弟 这钱等你宽裕了再慢慢还不着急 而后正准备送三姐两口子离开 吴小兰这才发现 院子里还有个大高个 在卖力的拆着露天的躲躁 马明君 大高个纹身看过来 就是黑黑一笑 这小子 我干得可卖力了 你认识 吴小兰不由地笑了 这是前世三年后 我说的大徒弟 怎会不认识 只是这辈子 这傻大哥竟然提前出现了 吴小兰招招手 让马明君过来 随后开门见山问道 说吧 你有什么事 兰爷 没什么事 就是想帮帮忙 我很能吃苦的 你要是现在不说 今后永远都别说了 别别别 兰爷 俺想掰你为师 跟你学木匠 行 我收下你了 马明君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旁人掰师 那金茶磕头松礼 一样都不能少的 到自己师父遮耳 居然一句话就答应下来 师父在上 俺这就回去准备掰师礼 说完就一六烟的跑远了 这小子比妖帝大不少吧 比我大五岁 那你还收的 按爹那一倍来算 他的确比妖帝差一倍 叫兰爷没毛病 既然叫兰爷没毛病 认师父就更没毛病了 送走了三姐两口子 吴小兰就把杨洛燕陪嫁的新家具 搬出来摆上 可搬起家具来 就有些力有不歹 好在这时 马明君回来了 俺爹说了 掰师得挑个黄刀几日 好好准备准备 拜师啥时候都行 现在你的首要任务 是帮为师班家具 有了马明君帮忙 收拾起来就高效多了 很快 屋内都布置上了新家具 焕然一新的房子 还是那套房 但探着忙忙溜溜的杨洛燕 吴小兰就莫名觉着心安 叫马明君留下来一起吃饭 这家伙说什么也不肯 又一流烟跑掉了 大年三十 吴小兰一大早就起来打扫院子 突然发现 门口放了两个箩筐 媳妇媳妇你过来看看 杨洛燕打开一看 当时就有些触动了 这是我妈送来的瓜果蜜线 不过这饺子又是谁送的 三姐送的 爹娘去世后 三姐每年大年三十 就会送饺子过来 杨洛燕看着一脸忧伤的吴小兰说道 今晚咱别去 我妈那吃年夜饭 我给你做 那我也露一手 给你做到水煮鱼 晚上吴小兰就在厨房里忙活 等到水煮鱼做好 往桌上一端 顿时飘香四溢 洗洗手 我去放鞭炮 咱这就开饭 随着一千响的鞭炮炸完 吴小兰回屋内 发现杨洛燕特地到了两中酒 当家的 过年了 你快说点什么呀 新的一年 先定一个小目标 成为万元户 那我努努力 给你生个娃 争取明年过年一家三口 大年初一 吴小兰准备带着杨洛燕 去拜访老丈人 结果有人先上门了 来者不是旁人 正是马明君两口子 马明君媳妇张燕 就拉着杨洛燕 一个劲地夸道 师娘长得真诠 师父真是太有福气了 师父 我爹说了 初五是个好日子 白事一事就安排在那天 你看行不行 哪天都行 不过从初三开始 你要是有空就早点过来 好嘞 师父 马明君满口答应 随即拉着张燕离开了 等到了杨之书家 发现里面人满雷患 前来拜年的人不少 吴小兰刚一出现 就被杨之书滴流到房间里 最近想做高档组合家具 和昏床的不少 有城里人都拖到我这来问了 不过他们有些人手里 尽是国库券 现前拿不出来那么多 所以想问问你 国库券能不能抵现钱给你 国库券 一听到这个东西 吴小兰瞬间眼前一亮 杨怀定的发家史 就从倒探国库券开始的 这地球人几乎都知道 爹 只要找到你这儿的 看在你的面子上 出国库券我也招收 行 既然你愿收 那就以九五折抵钱 我都听爹的 不过九五折 会不会被人说闲话 谁敢说闲话 国库券在他们手里 本来就如同死刑 你愿意收 已经是给了天大的面子 谁敢说闲话 就让他来找我说 行了 我也不多留你了 赶紧接着去你师父那拜年吧 在北港出一个家拜年 本来就没有留饭的习俗 离开老丈人家 两口子就继续前进 乔四爷家 虽然比不上杨之书家里 但是徒子徒孙买地 传承至今 人数也不少了 今天来的都没外出 老头子 我宣布一件大好事 是这样的 年前呢 建筑站的陈站长就来找过我 想让我去主持 乡里大礼堂的工程建设 我抽空去看了看 这个项目 工程量不小 挑战也不小 加上陈站长再三登门 我就答应下来了 而且摊的条件很好 五块钱一天的工钱 另外包吃 一听这话 徒子徒孙们 一下子炸开了 五块钱一天 听起来不多 但算到一个月 那就是一百五十块 看众人的反应 乔四爷老怀甚畏 仿佛想到了壮年时 嗜炸风云的时候 尤其是你小兰 刚结了婚 指定欠了不少外账吧 开年老老实实 跟我干 不出半年就还清了 吴小兰没有当场拒绝师傅 而是打算私下里 跟师傅产名情况 毕竟他如今 接到那么多古葛柜 和喜马斯的单子 都还干不过来 别以为你卖出去一套家具 就真觉得 你那套组合贵能 打吃四方了 师傅 您别生气 我想自己闯一闯 真要不行了 再回来求您 您也得管我 是不是 你这小子 不撞南墙不回头 那行 我就等着你 撞了南墙的那一天 再回来 再回来 谢谢观看